主席 文宁院王家被拆的周年 去年的3月28号 那今年 然后一晃一年就过去了 那从这样一个案例 我们看到 全盘皆输 这些 已经同一户 他也有家归不得 王家也一样房子也被拆掉 也是这样有家归不得 所以一堆的人 在自己的土地上流离失所 那这就是我们的都庚的 德政 我想 当然都庚 从国家 从城市的发展 他是必须要执行的政策 文宁院的案子 就是凸显 这个条例还是有改进的空间 是 所以我也看到你们今天的报告上 的确你们也看到问题点了 所以也把这些的问题点都提出来 也提出一些对策 是 那这里呢 我们想要 呃 就是 请问部长的 就是说 我们现在的都庚 当然都庚 就像刚刚讲的地震发生了 然后很多的这些的老旧的房子 然后他完全没有符合着这地震的系数 所以对于这些所谓的公共的安全 或是呢 这些老界 或是对于这个房子的外观等等 这个 老旧等等 这些的房子 所以呢 就是不管是对于公共安全 或是公共卫生 或是交通 或是其他的这个安全等等的这些的问题 所以我们是有必要去都市更新 没错 但是这个都市更新 我们是不是应该我们跟整个一个都市计划 没错 这个应该要整个一个结合起来 因为我们会看到说 好 现在我们几乎怎么样 就都市更新是只要 我建商看动哪一块地 我就圈地 然后呢 就插旗 然后我就开始找几个人 然后就开始做了 那这样的结果 就是说 好 当然你们这次提出了对策说 好 以后呢 要经过都市计划这个省议委员会的通过 但是呢 这里变成都市计划省议委员会是在 是在后面的 它并不是说像别的国家 它其实是会像 就整个国家 它或是说整个都市 我会先做一个规划 譬如说今天大安区 那我希望大安区它呈现的是怎么样 然后呢 它做一个完整的规划之后 再去把它做分区 然后呢 再给这些建商 或者是给人民 你们再去建设 那或是说 好 今天呢 我做规划出来之后 我觉得哪些地方 必须要去都市更新 所以这样是一个 我国家整个有一个 有一个整体的一个规划 跟你想象之后 我再让人民去做 跟我们今天是 人民跑在前面 建商跑在最前面 人民更在后面 政府在最后面 那这样的一个结果 我们就会看到说 我们台湾 真的 每个地方 即使现在真的建了很多很多的豪宅 可是你会看到说 这些豪宅彼此之间是没有那种整体性的 而且是非常突兀的 然后各种的各式各样的建筑都有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说好 我今天要 要这个做都市计划的时候 其实这些豪宅都建的都是 现在都是上亿的豪宅 你又 你也不能够去动它 所以我们会觉得说整个 是一个张乱无法的一个地方 所以呢 我不晓得说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刚刚今天早上还听到 部长讲说 我们现在你们对这个 所谓的国土规划 然后这整个都已经有一个 概念跟一个想法 那我不晓得说 这个部分 就是我们现在在修改 或是在制定这个 我们在修改这个 整个都市更新的时候 我不晓得这个部分 有没有去把它做连结 这个委员指教的非常正确 其实我们今天是这样子的 国土计划 区域计划 都市计划 公共设施保障的解编 都市更新 其实都是同时在进行 而且它都完全都相干 那我们很遗憾的是 过去因为 这个没有做一个 一个全面的一个管控 所以变成说 大家会看到都是点 那点跟点之间 其实都没有连起来 没错 那一点跟点之间 要把它连起来 当然这里面会牵扯到 里面非常复杂 里面有这个 所有人的利益都在里面 那我们今天内政部 能做的就是说 都刚我们定出一个 我们认为比较严谨的方法 我们希望它跟都市计划 是结合的 当然这里面 这个最后执行 还是在地方政府执行 那我们内政部 营建署未来 一定会在 都市计划审议里面 把这些要件 都把它做一个通盘的考量 不过这个是理想 现实就是它都是点的 我们现实跟理想之间 我们如何慢慢的 慢慢 这都 我是觉得这是一个 冗长的沟通啦 没有错 我们会努力的来 朝那方向努力 其实这个部分就牵涉到说 其实原来 为什么要 所谓的政府组织在照 今天我们看到说各个部门 扎各自为证 中央做中央的地方做地方的 然后各个部会 彼此之间 我井水不犯河水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其实原来 为什么要政府组织在照 就是那个横向的联系 怎么样能够把它整合在一起 那当然非常遗憾 到今天政府组织在照 没有完成 而且事实上 现在也真的能乱是 落入到所谓的大风吹而已 根本这种完全的整合是没有 那我不晓得说 以部长您的 就是说您是非常有构想的 而且你在这方面也是专业 您有可能去建议我们的院长 事实上他应该成立这种 跨部会的这样的一个专案 或是一个专门的一个委员会 然后去把这些所有东西整合起来 否则的话 真的就以你内政部理 就刚刚今天早上听到你讲说 我就只能够管我内政的这一块 那我把国土规划弄好之后 交给其他的部会 那其他的部会要怎么做 我无能为力 可是我觉得说 在今天人民对于政府而言 我们觉得你们是一整体的 人民绝对不会去看说 今天你是内政部 你是老委会 你是农委会 那跟我没有关系 人民不会这样的想 人民觉得说你是一整体的 没错 所以呢 部长是不是可以去跟院长建议 这个部分呢 其实今天既然要做 而且都已经有构想 那有计划 那是不是应该就是这个部分好好去做 让我们台湾整个一个完全改观 而且说实在的 今天有那么309的时候 会有那么多人上街头 其实大家所担心的 其实就是安全的问题 那这样的一个安全 大家也知道是 现在真的是国破山河在 当然我们所说的国破是真的是 这些的土地真的是破破碎碎的 那我们也看到说 整个这种都根的这种部分呢 其实真的是呈现所谓的 零碎化跟破碎化 那所以在这里 部长是不是可以去做到这一点 我当然 我事实上我一直都在反应了 我觉得是台湾 不只是说我们组织在这 我们是应该运作方式要改变了 没错 整合跟协调 其实我也 我为什么会推公共设施保留地的解变 它的原因很简单 今天你譬如说台北市好了 我台北市要去做真正的市政府 他假如说真的要做一个大规模的都更 他手上是没有筹码的 他的筹码在哪里 在这一堆没有征收的公共设施保留地 你要是把它解编 你手上哪一部分的筹码在政府手上 你就可以有足够的财力 足够的政策来做这件事情 刚刚那个林委员那个质询的时候 您刚刚已经提到已经讲得很清楚 那当然我们希望是说 真的是要 国家真的是要整体的去规划去做 那当然这个部分就是有些可能不是我们内政部能够做的 但是我们会希望说能够因为只要说实在的 就是说只要有人在那个位置 他愿意有心 然后去整合的话 事实上是可以造就出不同的东西出来 那事实上真的是可以改变 那另外这里就说 其实我们也看到 昨天这个华光社区的被抢差 然后那么多的学生在那里申援 那其实这些学生不是 吃饭没事情的 他还有他的学校的功课 可是为什么这么多学生要去申援 当然就是一个是所谓的居住权的 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社区安治 社会安治的问题 那当然我们也看到说 在我们所有的这些的法律里面 不管是平均地权条例 都市计划法 独立征收条例 区断征收条例 都市更新条例等等 里面都有提到所谓的安治 你必须要去安置原住户 可是几乎所有的法条里面 几乎就是只有一条几句话 其他的就没有 那我们也看到 所有的这些的抗争 也都是因为你政府没有去做安置 然后呢 甚至就让这个厂商就直接 当然你们这次也针对这个部分 就说你房子先拆了 我就是还没 还没拆就先把它这个预售了 然后呢 房子拆掉之后 然后呢 再来这个 就是让这些人没有 然后再去协调 然后协调了之后呢 又没有安置 然后呢 就政府就 就委托这个 由政府的工具 就直接去抢拆 所以呢 我们会看到说 这个整个一个 顺序是颠倒的 那当然刚刚这个部长你也提到说 其实应该要先这个安置之后 你才能够去拆除 所以在这里呢 我不晓得说 在这一次你们的 这个都市更新的 这个条例的修改里面 是不是有把这个安置的计划 社会的安置的这个计划 能不能把它规定的更详细 而不是把它交给地方政府 或是交给这个实施者 实施者有可能是民间 民间他根本没有公权力 你说他要怎么样去安置这些人 所以在这里呢 就是说 安置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人家住在这里 不管他是合法的 或是非法的 至少他是住在这里 那这所谓的合法 非法 其实这里面还有很多是 历史的因素的 对不对 你说当年这个政府来台的时候 怎么样大家都画地 对不对 就住下来了 那一住就多少年 你政府也从来没有去赶过他们 而且甚至还跟人家拿税 那在今天突然就画说 哎你这是违建户 你没有权力在这里住 我就赶你走 那这个你赶他走 他能够到哪里去 跑到我们的车站去 跑到对不对 到处都是 所以在这里呢 政府的任务 其实是要先安置了之后 你才能够去拆除 那对于安置的部分 我们在所有的法条里面 其实真的都是太简了 就是一句话 现在就是安置 现在问题就是 政府没有筹码可以安置 因为你安置 你比如你要盖一批房子 这个现在不要说安置 这一些拆迁的 现在连这个社会住宅 本身这个政府手上的筹码都不多 所以也是又回到 我为什么要推这个 公共设施保护的解编 就是说 让政府手上有足够的筹码 来做这些动作 所以我是觉得我们可以理解 目前的安置是做了不理想 但是这现实是 现在的政府 不管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 都没有筹码 那这有没有筹码 有被我们锁在那里 没有把它给解套 所以我是觉得 我们一定会朝那方向来努力 当政府有足够的筹码 当然会把安置做得好 现在是真的有困难 好 那我们希望说 这个部长能够 激起来去做 而且希望能够跨部会的整合 我们希望能够跨部会的